大家好,主播侃侃有余在节目开始之前和您确认,是否已订阅本频道,且打开小铃铛。 这样有任何新内容发表时,就可优先获得最新的节目通知。 戴尔、惠普、联想等多家PC品牌大厂警告,AI热潮带动记忆体需求暴增,明年全球记忆体晶片供应紧俏。 此前,三星、SK海力士、美光、凯霞等国际记忆体大厂纷纷释出明年记忆体告缺的消息,为市场担心是卖方老王卖瓜。 随着处于买方角色的品牌大厂,也坦言担忧明年供不应求,意味记忆体大缺货来真的。 这波记忆体大缺货,不仅国际DRAM与储存型快闪记忆体NAND Flash制造商大发力士,台湾南亚科、画邦、威钢、群联等记忆体相关厂商也将大摇警器当红商机。 戴尔营运储·克拉克之言,从未看过成本以目前这样的速度攀升,用于AI的高频宽记忆体HBM等DRAM、PC记忆体,以及硬碟和NAND晶片供应都明显吃紧,所有产品的成本基础都在往上走。 戴尔强调,会调整硬体组合和产品线,但这些成本压力最终势必会反映到客户端。 惠普执行长罗尔斯说,明年下半年孔特别吃力,必要时将涨价。 他说,下半年预料会采取较审慎做法,同时也会推动更积极的依应措施,如增加记忆体供应商,在产品中配置较低的记忆体容量等。 惠普估记忆体约占一般PC成本的15%至18%, 联想一开始预先囤积记忆体晶片,财务长郑孝明形容这波成本飙升前所未见。 除了联想,华硕也加紧囤货。 小米等消费电子制造商也警告,记忆体价格可能走扬。 研究公司Counterpoint在11月预测,记忆体模组价格到明年第二季恐上涨5成。 SK海立市10月表示,明年所有记忆体产品已全数授请,美光则预期,供应吃紧至少会延续到2026年。 南亚科已大举上调,今年未原成长率Bit Growth预估,由原定于4成,调升至5成以上,意味公司受回报价寄扬之余,实际接单量优于预期。 华邦董事长焦佑君分析,这波记忆体功不应求,主要是AI造成的产能排挤效应。 卫钢董事长陈丽白则说,AI需求涌入,导致记忆体缺货进入20年来最严重缺货潮,客户实际能拿到的量仅是下单量三成,有钱也买不到。 在此背景之下,三星电子对去年新设立的高频宽记忆体HBM开发团队进行了组织调整。 公司决定撤销负责半导体业务的DS部门下属HBM开发团队, 将相关人员整体划归DRAM开发室。 市场普遍关注此次架构调整,对三星HBM业务推进节奏及内部协同机制的影响。 HBM开发团队撤销后,原有成员将调入DRAM开发室下属设计团队,继续从事下一代HBM产品和技术研发。 此前负责HBM开发团队的孙永珠被任命为设计团队负责人,统筹HBM相关项目推进。 未来团队将围绕HBM4、HBM4E等新一代产品开展设计优化和工艺验证工作。 三星电子在11月内完成组织调整,并于12月初召开全球战略会议,检视明年的业务规划。 在业务层面,三星电子近年持续加大HBM领域投入,并与辉达、超微半导体、AMD、OpenAI、博通等科技巨头建立合作关系。 公司以HBM3和HBM3E量产应用经验为基础,专注提升对谍封装、贫宽、能效及可靠性等核心竞争力。 韩梅分析认为,将HBM开发力量纳入DRAM开发体系之下,有望在制程演进、设计验证与量产导路方面形成更紧密的协同。 从市场表现看,三星电子今年第二季度在全球HBM市场的排名一度跌至第三位,短期内承受竞争压力。 公司预计,随着HBM4供应规模的逐步扩大,明年起期HBM市场份额有望实现回升。 市场调研机构Trendforce预测,到2026年,三星电子在全球HBM市场的占有率有望超过30%,这一预期也被视为公司强化先进记忆体业务布局的重要参考。 业内人士指出,HBM作为面向人工智慧训练、推理和高效能运算等场景的关键记忆体,已经成为记忆体厂商争夺的新高地。 三星通过重组HBM团队并将其并入DRAM开发室,有望在资源统筹、技术迭代和客户支持方面提升整体效率,巩固其在高阶记忆体赛道的竞争地位。 但同时,高阶记忆体市场仍受下游、AI伺服器需求波动、技术演进速度以及客户验证周期等因素影响。 本次组织调整能否快速转化为市场份额和盈利能力的改善仍存在不确定性,投资者需保持理性判断。 与此同时,台积电正在全面加速HBM4E时代的正式落地。 参考德国媒体Hardware Next编辑Andreas Schilling在社交平台分享的影响,台积电在11月抵御荷兰阿姆斯特丹举行的2025年APE开放创新平台生态系统论坛欧洲场上分享了对首代客户化HBM记忆体的看法。 与美光商务长苏米特·萨特纳的观点类似,台积电也认为客户化HBM将在HBM4E时代正式落地,其对相关产品的称呼是CHBM4E。 台积电在HBM4时代提供了两种不同的HBM-based代基础裸片支撑方案,分别是面向主流市场的N12FFC Plus和追求更高效能的N5。 而在CHBM4E上,为向基础裸片集成MC记忆体控制器以满足节省运算晶片面积等需求,台积电将提供N3P先进制程基础裸片解决方案,宣称可将能效提升至HBM3E基础裸片的两倍左右。 同时,CHBM4E的VDD电压将仅有0.75V,较HBM4进一步降低。 不过,与HBM晶片密切相关的台积电先进制程及后端封装,如ColeOS产能的供应紧张情况仍在持续。 因此,台积电正在非常努力地扩大产能以缩小供需之间的差距。 台积电董事长魏哲嘉日前指出,台积电跟客户、客户的客户正密切规划产能,并拥有超过500家不同客户,涵盖所有市场领域,且随着制程技术复杂度提升。 与客户的接触现在至少提前两年至三年进行。 从台积电内部来看,台积电规划系统涉及多个团队跨越多个职能,从自上而下及自下而上的方法评估市场需求,以决定适合的产能建制。 从资本支出来看,财报显示,台积电2025年前三季度资本支出总计为293.9亿美元,维持在高位水平,反映公司持续扩充产能以满足旺盛需求。 台积电指出,由于结构性AI相关需求持续非常强劲,需要持续投入以支持客户成长。 因此,台积电上修2025年全年资本支出的范围,将其调整至400亿至420亿美元,高于先前预测的380亿至420亿美元。 资本支出的分配结构,约70%将用于先进制程技术,约10%至20%将用于专业技术,约10%至20%将用于先进封装、测试、光照制作及其他。 为这家强调,由于台积电的规模,资本支出不太可能在任何特定年份突然大幅下降。 展望未来,台积电管理层充满信心,假设公司能持续维持优秀的表现,未来几年也将持续看到营收增长、超越资本支出增长。 同时,台积电管理层预期2026年将是一个健康年,并且对于持续投资于大趋势深具信心。 那么本期内容到这里就结束了,感谢你的观看,期盼能与你产生共鸣。 侃侃而谈,扩论有余。 最后,请你点赞、订阅。 这对侃侃有余是极大的鼓励。 谢谢。